今天回到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新聞背後的真相 台股在今天大漲 關鍵是聯發科 聯發科的關鍵是昨天的法說會 而法說的關鍵是在財報 但你知道嗎 在今天大漲不僅只是因為聯發科的財報 還因為聯發科 有在法說會上 沒告訴你的事 是什麼沒告訴你的事呢 另外來告訴你的事 金正恩生死未捕 世生是死沉迷 但在今天 日本前外務省官員大爆料 說金正恩死了 他說他的消息來源非常可靠 來自於阿拉伯 專門幫朝鮮洗錢的秘密人士 可信嗎 我們剛來介紹這個階段 新加入討論的來賓要請到 南台科大財經系助理教授 朱岳中教授 大家好 以及財經專家姚慧珍 大家好 稍後經濟學者吳嘉隆 會加入我們的討論 不過我們趕快帶你來關心的是 聯發科的法術會 真的有在法術會上 沒有說的事嗎 昨天聯發科的法術會 繳出了亮麗的財報 每股EPS高達3塊6毛4 又以預期 而且第二季預估還要再成長 也因此多頭期望 在今天大漲 而且指數已經回到疫情前了 甚至於再創新高 台股今天大漲最大的工程 當然就是聯花科 聯花科收盤漲6% 台積電漲不到1% 聯花科佔大盤的成交金額佔了10% 但是股市通常緩映你我不知道的消息 在昨天聯花科的法術會 大家看到了 第一季財報EPS3.64毛利率 這家公司最重要的數字就是毛利率 43.1% 19季來的新高 並且對第二季的看法 營收會激增2%到10% 前年度認為5G放量貢獻營收 大家有覺得很奇怪嗎 美國的科技公司 英特爾 賽林斯 到最新的超委 對第二季的財測都保守 甚至把前年的財測給取消掉 怎麼奇怪 聯花科都一點不受疫情的影響 別人都受影響 原來他沒有講出的重點 他沒講的事情是什麼 好 第一個 我們知道美國商務部 已經把華為列入了實體清單 所以限制了華為 跟美國公司的 一個業務往來 所以華為也開始準備去美國化 好 重點來了 我們看一下 這是入美披露的一個關鍵數字 聯花科的華碩會講這個數字 我們今天就給觀眾看這個數字 他說華為的手機 在去年第三季 使用到高通的晶片 從12%降到了8.6% 氣美化 已經在執行 但是聯花科卻大幅成長 對 聯花科從7.3%到16.7% 我問大家 蔡明介或蔡理行會在華碩會 我給各位看 我們聯花科在華為的手機 這個比重升高 他會這樣看嗎 不能不能說不能說 這一說被老美聽到完了 過去是管台積電管得死死的 整天查它 有沒有超過那個25% 接著萬一查聯發科怎麼辦 當然不能引起老美的注意 所以這當然不能講 我相信剛才這張表 國內的觀眾也不知道 這是大陸的媒體 取得的第一手的資料 那去年第四季跟今年第一季的話 華為有繼續新的手機上來 你相信這個聯花科的比重 是不是再更高 只會高 不會低 也就是說聯花科在法術會上 只告訴你他的財報非常亮麗 只告訴你他第二季的展望 仍然很樂觀 但他沒告訴你的是 華為這樣爆買 對 在外我們看一下 從2018年開始 中國進口了半導體的晶片的金額 首度的突破3000億美金 我們都以為還是2000億 不對 最新update是3000億美金 實際是3120億美金 年增了19.8% 這是中國的進口半導體晶片 首度的突破了3000億 但是他自治率 就自己可以生產供應的只有10% 但是他的目標是要拉高到40% 這是2025年中國製造的一個目標 所以10%到40%還有30%的差距 那個缺口不知道要花多久才可以補足 所以我們蔡英文總統非常得意的 台灣在去年11月份 我們的出口轉正 我們的出口轉正 蔡總統的驕傲 我告訴大家 原來是中國捧著人民幣 爆買台灣的晶片 我給各位看這個 這是我們的各項的產品 去年前10個月 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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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因為中美貿易戰 對不對 到了11月份的時候 突然出口成長 創下13個月的新高 佔中國出口一半的電子零組件 成長了18.23% 但九成就是機體電路 成長了22.5% 那最右邊的圖是最新的 到了3月份你看 還是電子零組件 一支獨秀 這是最新的數字 所以電子零組件是一支獨秀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方向 跟其他產業都不一樣 它是成長的 其他產業都是衰退 都是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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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都都電子產業成長了18.14% 對 這個就是中國來 在中美貿易戰氣美化 捧著人民幣來台灣爆買晶片 再過來 聯華科有第二件事情 在華碩會沒有講 所以他不只沒有講 華為會爆買 而且持續大買之外 還有什麼沒講的 中國希望透過台商 把大陸的核回 打造一個半導體的新城 那安徽省的這個省會核回 它大概有幾個 全球最大的家電生產基地 最大的面板廠 京東方就在那個地方 最大的AI語音繼落 柯大信輝 還有一個 是台灣半導體相關業者 跟他簽訂了22個總金額是 550億台幣的投資 所以未來核回會形成一個半導體的聚落 我告訴大家 現在在安徽核回裡面 兩個IC設計 這一次的股票都狂飆 第一個就是聯華科 聯華科在核回有1000人 專攻的這個CPU 另外一個就是四星KY 那四星KY是透過他的一個子公司叫捷芯 在當地投資了3.4億的台幣 那也在那個地方把客戶給綁住了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四星KY 它第一季的EPS創下了單季的新高 2.87元股價也改寫了歷史的新高 所以我們現在告訴大家 新的一個半導體台商的一個模式 在核回是這樣 找了當地中國的客戶 然後他把人民幣換成美金 匯到了台灣給台積電 台積電接到這一筆錢以後 才生產了這個金眼代工的產品 所以過去我們台積電的概念股是說 台積電的做一些台積電的設備 現在不是 現在在中國去美化之下 台積電的概念股是說 我當地要有中國的客戶 然後我們的IC設計去當地 服務在那邊蹲點 比如在核回 對 攜手了以後 把訂單下給台積電來生產 我們給大家看這一張圖 所以誰已經搶先卡位 誰就掌握優勢了嗎 對 你看台積電客戶的合約收入 2018年 這是中國的15%到2019年的20%增加 美國客戶最主要就蘋果那些 維持在六成 而且有微虎的下滑 所以顯然來自於中國的客戶 開始起來 起來了以後誰在那個地方 跟中國的客戶攜手 吃中國的需求 這一塊大餅的股價就會反映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蓮花科的股價已經直逼400 大家鬆了口氣 前幾天外資本來目標價砍到300 那有點搞笑 砍到300就漲到400 差了100 但是大家就發現一件事情 蓮花科今年EPS應該估計19到20 本益比以現在來講 拉高到20倍 大家想說 那還有很多 這個氣美化受惠台灣的這些IC設計 本益比蓮花科低很多的 我可不可以找到跟蓮花科一樣 中國會爆買 或者是說已經在地化 有機會一起吃這塊餅的 對 我們來講幾個 本益比蓮花科20倍更低 也可以中國來爆買的 第一個指紋辨識的神盾 因為他已經打入那個華為 那你看直接看最近的股價 其實他已經在反映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看到了2379的銳益 最主要是WiFi的晶片 那瑞翼的話 今天股價 因為他本益比還是比較低 今天股價也做了一個重大突破 電源管理晶片8081的智新 也是股價也是慢慢的往上 做了一個突破 還有8016的西創 是做那個感測晶片的 那最新的財報低劑也不錯 EPS2塊多了 那股價也是在今天 剛站上了季線 所以台股在今天 因為聯發科 所有投資人信心大震指數 往上飆高 但不只因為國內的聯發科 也因為美國Google 公佈了量力財報 所以這個禮拜 超級財報週 超級洋行週 超級經濟數據週 三見齊發 非常關鍵 不過如果你要問 體育產業的肌絲卻是誰呢 那當然要看寶城 因為全世界 每五雙運動鞋裡頭 就有一雙是我們寶城生產的 所以我們來看到寶城 在今天傳出了利空消息 鞋網寶城爆發 所以寶城包括湖北廠以及越南廠 傳出竟然要關廠 對 那寶城他決定 他的湖北廠在最近都要關廠 另外他的越南的西陵廠 他在今年的10月要關廠 寶城現在在中國大陸有7個廠 在越南有7個廠 佔他總營收的70% 那我們講到寶城他的去年 他的總生產量是3.22億雙的鞋子 也就是全世界 每五雙鞋子裡面有一雙是他 他的總營收是3000億 但是今年第一季公佈出來是597億 衰退 年衰退22% 所以這是寶城經歷51年來 最大的危機 最主要就是他兩個大客戶 我們剛剛在講說 這一次的病毒 對那種大企業的衝擊力是最大 埃迪達剛剛公佈他第一季的業績 有夠賣 賣得比歐多賣得更賣 第一季他的營收年衰退19% 但是他的純益年衰退97% 他的EPS只有0.18歐元 結果衰退年衰退96% 他把全球70%的門市都關掉了 但是埃迪達佔寶城的營收多少 四聲啦 所以保證說他這樣給他砍單 我跟你講二位的單全部砍 三位的單和一隻貨心房就沒有 另外一第二的大客戶就是那個 Nike Nike說二月第二季砍多少 砍50% 第三季有看到灰灰 零星的單子 他說那零星單子都是那個 不賺錢的單 那種MBA的球星的 都砍完了 都應該會拿回去做了 都什麼做千坨 做千坨 做二以牌的千坨 我們保證千坨沒有做 我做運動 現在在做千坨 對 了解 因為那是自己做的 所以對保證來講 他51年來第一次遇到 好 所以我們來看 保證遇到了51年來最大危機 他過去挺過工人抗議暴動 過去挺過成本高漲 但挺不挺得過這一次 沒有人知道 因為Nike和愛迪達 懸崖式的砍單 保證面臨了創業 51年來最大的危機 所以據說 他們現在祭出鐵血政策 對 那他第二代的接班人 叫蔡佩君 蔡佩君在三月底 馬上召開一個緊急會議 來 第一個 我要cost down 那cost down他採取了 七項的一個措施 第一個減薪 所以高階人員全部減薪10% 中低階的減薪20%到30% 另外優退 另外有一些無薪價 盡量的有七項 還有那些開支去的貨款 全部延遲 所以這個動作一出來以後 其實保證目前來講 內部的人心也是非常的浮動 比如說這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的陸幹 就是大陸的一個幹部 沒辦法出來 因為武漢全部封城 沒辦法到越南來 那這些的工作就由台幹去做 結果台幹一個人 就增加了四倍到五倍的一個工作 薪水有沒有增加 沒有增加 而且台幹他現在規定 六月開始每一個人 每個月休六天的無薪價 等於砍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有二十幾個台幹 當初我們也是瘋了以後 沒辦法到越南去 大家都鎖國了 那些台幹 在台灣留職停薪 一毛錢都沒有 那最近有200多個一個陸幹 全部被優退支減掉 所以他內部現在人心 也是人心惶惶 而且據說他的廠商也在抱怨說 他們被要求延遲付款 對 那就七項裡面 Costum七項裡面最重的一項 在四月十七號 所有的廠商接到這個公文 他說沒有辦法 我因為上游的錢 下游的錢沒有給我 所以我只好把我們付款 延遲四十五天 如果你同意的話 你就簽同意師 不同意的話 那很簡單 你要多付2.25%的一個利息 等一下 我本來假設 我本來應該五月一號拿到貨款 對 那你現在延四十五天 就是到六月十五號 六月十五號 六月十五號才能拿到錢 那我本來就應該在五月一號拿到貨款 但我如果不同意延到六月十五號 想不到這四十五天換我要付利息 當然 因為現在變成我保存要先電給你 什麼叫先電給我 那五月一號本來就是我應該收的時間 是啊 廠商就是 所以廠商就是 所以應該反過來 不是 應該反過來是 五月一號我應該收錢 對 那五月一號你沒有辦法給我錢 改成六月十五號 應該是你付利息給我 是啊 這樣合理 那你說我要給你利息 所以阿冠你就是不要做生理 以前我跟台東做生理就是這樣 我跟你說 他跟你演到百八天的時候 你為了支票拿去貼片的時候 你自己還要付錢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意思 但是你貼片 你才會把我保存貼片 我貼你貼線就對了 所以你要付我利息 他的觀念是這樣子 所以廠商整個都跳起來 整個跳起來 還有這件事 其實保存 它是一個很大的集團 它奇效非常多的子公司 現在不只是保存母公司出了問題 包括連他的育園工業和保勝國際 我們來看到 育園工業稅後第一劑淨損 有些賠錢 6到7千萬美金 那一定賠 而保勝是做通路的 第一劑稅後也淨水 夜賠錢 賠1.67億人民幣 所以這兩黨在香港掛牌的 保存集團子公司也很慘 好 那目前來講 他的預言 以及保勝在香港的掛牌 我們來看他的K線圖 也是跌得非常的嚴重 那最主要就是 從來沒有虧錢過的 最近這幾年幾乎都賺錢的公司 最近虧錢 我們來講保勝 保勝其實他在中國大陸 自創品牌有兩個品牌 他在中國大陸 開了一萬多家的一個店鋪 結果今年第一劑的營收 衰退25% 所以你就知道 這一次的疫情 對這個保存 以及他的集團來講 影響有多大 好 觀眾朋友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這波疫情 對保存集團的傷害 以及衝擊會這麼大 因為其實做運動鞋 那是唯利產業 你一直不知道 現在一生運動的 青菜都過了1000塊 兩三千塊 那是基本的 甚至很多年輕人去排隊有沒有 封那些有聯名款 或者是紀念款 那都上上萬的 但你知道嗎 做一雙運動鞋 來 製造價大約是 我們講一般般 如果是賣100美金的運動鞋 就是市面上賣新台幣 3000塊左右的這個運動鞋 製造成本大概是 新台幣600塊 對 它的定價率是5倍 好 那我們來看 對 那保存的製鞋毛利是多少 18.5% 所以我們去回推 做一雙運動鞋 如果是定價3000塊 台幣的運動鞋 保存只賺3美金 對 和新台幣高10塊 有得到嗎 有得到 那通路賺翻了 大概通路端呢 一雙3000塊新台幣的運動鞋 它可以賺大概 新台幣900塊 所以獲利差10倍 但這樣的利空消息 並沒有打擊股價 所以我就看不懂了 因為這個利空 算是很大的利空 但保存股價不跌 為什麼 來 我們來看保存 那其實保存今天 還開低走高 收了一個紅貼 雖然距離季線還有一段距離 除了保存以外 今天很多利空不跌的 比如說航空股 現在已經夠賣了 我們來看 親菜看中華航空就好了 中華航空的那個股價 還是說什麼 2610來 我們來看一下華航 我們來看 那華航來講 你看連線有兩支紅線 現在大家把利空 當作利多來解決 現在不然你說 沒有人坐飛機說 酒油落下 成本cost down 那像錢櫃不是也是嗎 是啊 我們來看錢櫃 錢櫃他前幾天 才發生了一個大火 很不幸的五位旅客罹難 現在每一位旅客多賠了100萬 其實對錢櫃來講 其實沒有太大影響 比較嚴重的是 所有的店 全台所有的店 通通得暫停一夜 對 暫停7天 那能不能通過還不知道 我們來看他的K線圖 那今天是漲 來K線圖 你看利空不大跌 利空不大跌 又不跌了 因為我如果錢櫃都開的時候 你全台性都不跌 你也是乖乖要來市 你要唱歌一定要來錢櫃 所以這個時候選虎 選虎的邏輯是不是被顛覆了 好 我們來看這個大盤的K線圖 那大盤K線圖 今天是站在季線之上 非常漂亮 但是你也不要太過於樂觀 今天會這麼樂觀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利空的股票不跌了 利多的股票還在漲 那就安全了 但是這個禮拜五 我們休假的時候 美國的蘋果財報出來 所以真正的關鍵在美國 另外5月10號之前 就是硬道理了 4月後你公布出來的營收 到底是好還是壞 第一季可能是補庫存 4月我下有的訂單都沒有 都被砍光了 我現在補進來的都變庫存了 我本來補的進來都變庫存了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硬道理 但是我們還是懸疾檔股票裡面 它一定會成長的 比如說2450的聯花科 剛剛蔡總也講過 那聯花科我們在禮拜一也有講過 它這個法說 法說它不是法會 它真的是法說會 所以它就很漂亮了 它今年上半年的時候賺7塊 那以目前來看外資看錯了 所以外資要不要回補就很重要 如果外資今天回補的話 那目前400塊這個地方 是有一點小壓力 你也不要去搶 但是如果有壓回來 大家還是可以慢慢注意 再來3037的新興 那新興現在外資目標價 調高到40到60塊 那我們來看它的K線圖 今天也是很強的 這有夠漂亮 這漂亮到這樣 這漂亮到卡層點大腿的 這有夠讚 這如果拉回來 應該這個缺口不會補 這個拉回來都可以